好主播大型拖板車整輛就這樣卡在南方澳大橋上一動也不動 這下慘了想行進的車輛全都無法動彈 也一起來聽拖板車司機訪問 中央的轉動車斷掉 斷掉然後我要倒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它車頭壓中車頭會舉起來 舉起來的時候它後面有沒有 後面就流下來就變邪了這樣 拖板車司機也很苦惱 這一事件是發生在今天中午 當時43噸重的拖板車運載了40噸的吊車 往蘇澳方向行駛 但就在準備上南方澳大橋時 司機突然看見了現重的標誌 在擊殺的狀況下造成了傳動軸故障 車輛也橫擺 導致雙向無法通行 也因為重量太重拖車都拖不動 警方也到場管制 直到晚間6點鐘也都還是維持雙向封閉 以上是最新消息